小午生参加露营活动却被控诉 居然集体被罚跪 跪了长达一分钟 家长气架指控 教官不当提罚 高雄一间明星国校3月20号和21号 总共346位五年级学生到祁山大露营 21号上午几名学生五点多提早起床 嬉笑打闹 结果教官先失控骂人 还连做处罚 全体300多位学生通通下跪一分钟 学生当场吓坏 家长事后气坏了 还加码爆料 教官也罚学生睡在帐篷外 甚至不准刷牙洗头 但上方却正直交接空窗期 没有老师在场 事后却把责任推给旅行社 让委外教官下跪道歉 陈办业者日前出面90度鞠躬道歉 25号晚间家长参加厂商说明会 校长道歉也提出自行处分 26号深夜教育局决议 27号凌晨宣布撤换校长 旅行社也开除提罚的教官 他会到各班去进行一个道歉 让学生了解这是一个错误的示范 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承担他 社会局也说明这名教官 罚学生下跪违反儿哨法 将对个人裁罚最高60万 还可公布姓名 小五生大露营却变成集体罚跪一分钟 高雄市下众手撤换校长 开除教官 校方也将全面辅导 希望学生别留下太大阴影 记者高雄采访报道 海黄鲍鱼干贝AXO酱 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马上升级 它蛋白质是鸡肉啊 是牛肉还有虾的三倍 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 燕窝之上赶快上快点购 输入我的推荐袋吧 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 就是有折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